怎么只有馒头咸菜啊 没有别的菜了吗 对 就这一个菜 这也叫菜啊 对啊 这不是应你要求吗 江逗逗 这卡里怎么只有1万块钱了 你把钱都花哪了 什么叫我把钱花哪了 这卡里本来就只有1万块钱啊 不可能 我每个月给你3千 你一年怎么可能只占了1万啊 家里要开销呀 谁家不用开销 咱楼下的昆子 每个月就给他媳妇扒吧 人家一年没上班都存了2万 哪像你这么败家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以后你每年必须至少存够2万 那和我们今天吃馒头咸菜有什么关系啊 我去和昆子老婆取经了 以后咱们就按照他们家的方法来 衣食住行都得省 她说他们家顿顿都吃馒头咸菜 只有过年才会买半斤肉开开婚 所以咱们就照着来 到年底啊 我肯定能给你省出2万块钱来 你今天不能再喝水了 为什么 现在水费挺贵的 我算过了 咱们要想能在年底存到2万块钱 以后咱们家每人每天只能喝三杯水 你再喝就抄了 你 我开锅跟我做的对 这叫能省则省 不凉过呀 你干嘛呀 关空调啊 现在电费多贵啊 外面都40多度了 你想热死我呀 不热呀 喽 我有这个 外面放的小广告 免费的 用这个一下天能省不少钱呢 杨豆豆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能省则省嘛 我记得我就放到这了呀 怎么没了 杨豆豆 你叫我吃药室了吗 哦 我锁起来了 你以后还是别开车了 现在外面油价都9块多了 一个月就那点生活费 你以后还是骑共享单车吧 杨豆豆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成天不是省水费电费叫省油费的 行了行了 你赶紧给我吃药室 我上班快迟到了 不行 你不是嫌我大手大脚不懂得节省吗 要想咱们能在年底省出两万块钱 就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 你 现在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嘛 哦 我明白了 说到底你是既想马而跑 又不想马而吃草 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现在的物价这么高 咱们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又有哪样不需要钱呢 你边享受着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边指着鼻子骂我不懂得节省 恐怕不太合适吧 所以 要么 就按现在节省的规矩来 要么从今天开始 就学会闭嘴 你想好了吗 今天过后 以后就算是你求我 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你放心吧 我这辈子都不会求你了 可以啊 草草 新秀可比上一个好看多了呀 谈恋爱嘛 永远是下一个更好的国爱 学了点 真有你的 你没做饭吗 我又不会做饭 饿的话自己出外卖呗 你不会做不会学嘛 我上班勒一天 回来还是自己点外卖 你们女人照顾男人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拜托你搞清楚 我是来谈恋爱的 又不是来伺候你 怎么天天这么晚回家 今天朋友生日就多喝了会 又是朋友 男性朋友吧 知道你还会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会做饭不会媳妇 只知道花我的钱 去跟别的男人喝酒 那我叫你干嘛 好 我知道了 原来你是想找一个天天才 伺候你的女人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我记得你之前女朋友 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你不照样把人家给甩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真是有病 给我让开 赶紧趁着喝了 我给你熬个鸡汤 以后我每天弄个鸟 可就好好营营你的胃了 我不喝 要喝你自己喝了吧 淘宝 你看 这西装好看吗 为了买它 我可花了不少钱呢 你快试试看 我又没让你买 你有这钱 还不如多给自己 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和化妆品 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灰头土脸的整天像什么样子呀 我天天又不出门 哪需要买那些呀 到时你每天要见客户 肯定要打扮好看一些呀 你今天想吃什么 红双肉怎么样 我去给你做啊 你先休息 淘宝 吃饭了 淘宝 什么贤惠呀 她这是只会媳妇做饭 当家庭主妇 我要不是看她什么都为我做 我早就跟她分手了 我这受够了她邋里邋遢的样子 你是不知道她那个黑眼圈 黑得跟木炭一样 我看着都反胃 你能这么快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 真是太好了 那个迷人又自信的兜兜又回来了 那不是你那个渣男前男友吗 我听说呀 她好像又被甩了 是吗 倒也不奇怪 走吧 那她们快到了 逗逗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逗逗 才半个月没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那个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呀 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联系 以后不要再打给我 逗逗 我知道错了 我不能没有你 我求求你了 我们回到过去好不好 好啊 那就回到 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不在哪里 我们到时候 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最近说 我会到过去 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有时间回到 我们坐到个 predominant frequency 可有点温度 我们不坐又来吃 nothing 我们不坐地儿 我们不坐都来吃啥 男闺蜜怎么了 我跟她只是出来喝喝下午茶而已 你呢 今天没有带你的红颜知己一起出来呀 真是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 那眼圈黑得跟个熊猫一样 这丢死人了 我以为就咱俩随便吃点 所以 我朋友在家闲得没事 我就带他过来吃个饭 赶紧走吧 肚死人了 一份干锅花菜 一份堵丝汤 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吗 我想吃辣子鸡 一个辣子鸡 我想吃鱼块 都有鸡了还吃什么鱼 对了菜里不要放葱 原来你还记得呀 这么多年了哪能忘呀 对了 这周末我们要去爬山 你要一起吗 好啊好啊 我好久都没去爬山了 你就没有点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你什么意思呀 盐盐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是我的红颜知己 你怎么说话的 嫂子 你可千万别因为我生气 我跟陶刀哥要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 陶刀哥 要不这么我就不去了吧 别让嫂子 因为我不开心 不用管她 她不去才好 拉里拉搭的 看着我就心烦 学学人家盐盐怎么穿衣打扮保养皮肤的好不好 脸破了 这么晚了你去哪 人家喝多了我去见一下她 你一个人去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们是纯友谊 再说了 我就不能有异性朋友了吗 你脑子里装到什么风险思想啊 那我陪你一起去 你 算了吧 人家都说一个男人的品位 要看身边的女人 就你这样站我旁边 我不嫌丢人啊 等你什么时候脸上没黑眼圈了 一品即生了 再跟我一会出门吧 这一刻我才明白 与其费力讨好他人 不如努力提升自己 我跟妍妍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哪样 打着朋友的幌子搞暧昧 还想跟我玩家里红旗布导 外面彩旗飘飘那一套 你以为我傻呀 别以为只有你有异性朋友 我们也是纯有异 以前你不是总嫌弃我拿不出手吗 可是现在 我只觉得你拿不出手